也有 社区性的 也就是说他会放在一楼的 那个外送桌上 统一由他们处理 疫情爆发 全台超过八万人居家隔离中 外送订单因此多一两成 坚持附件机也有遇过一次 但是他就会自己 把它放在一个小袋子 放在外面 我们现在每一次跟客人收到钱 或者是有碰触到他们 大楼的门把或什么时候 我们自己都自备很多酒精 只要碰到就碰一次 谨慎送餐使命必达 但在民众端可不一定 看得到就吃得到 如果是住在这种公寓 通常楼上还是可以开一楼的门 但假如公寓已经太过老旧 也是有可能会发生 门铃坏掉的窘境 那你送餐送药 怎么去跟楼上的居家隔离者 去做联系 你是要按照别户的门铃吗 其实很多里民 对于家里住户楼上楼下 有居家隔离者就已经很恐慌了 他可能自己拉一条线 那就是有一个门铃 你会知道有人来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开门 目前的状况是都还有人协助 可是我想接下来个案越来越多 这样子就是生活上可能会有不便 需要协助的比例可能会增加 或许住久了 邻居之间还能互住 但如果是到异地租房子 恐怕更为难 面对隔离难题 指挥官陈时中提出丢钥匙到一楼的方案 因为担心一开门增加病毒传播风险 但专家认为让居隔者下楼拿餐 其实是可行的 根据国外的研究显示的话 除非是在医院 比如说特别就是照顾病人的这个病房 它的空气中的这个病毒的数量是比较高 可是呢 建议只要全程戴好口罩并携带酒精 随手喷接触到的表面就不用太担心 不过政策还没开放之前 里长不敢大意 如果你是在小范围可能他没有那么精确啦 对 但是确实还是一个违规行为 那如果有其他的租客 其他的居户是有意见的 那去举报的话 那还是有可能面临裁罚的问题 接下来隔离时间将缩短为三加四 难题是否能迎刃而解 里长认为生活困境或许能减少 但有越来越多人得居隔时 势必又会造成另一波冲击 大约新闻聆听燕怡玲台北报导 提到说要有